這幾天的天氣變化比較大 那麼再加上疫情也在持續暴增當中 很多人是陸陸續續出現了症狀 但是確實感冒的症狀 還有Omicron的症狀真的非常的類似 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是感冒 還是染上了新冠肺炎 因此有醫師就列出這幾項 讓大家來自我檢視 我們先來看一下感冒的症狀 哪些 包含發燒 呼吸道症狀 頭痛 酸痛 無力等等 那麼多半是因為可能下雨 淋雨 著涼 那麼或是太過疲勞 導致這個免疫力下降 那麼如果是染上新冠肺炎Omicron的話 症狀多半是乾咳 沙啞 容易疲勞 少數會發燒 甚至失去 嗅覺還有味覺 那麼透過咳嗽 或是打噴嚏的空氣傳染 或者是碰到有病毒的接觸傳染 都有可能會染上 那麼因此醫師就建議 如果您發現您陸陸續有這些症狀 包含這個發熱 乾咳 乏力 甚至最重要的是失去 嗅覺或是味覺 你八成就是已經染上了新冠肺炎 建議要趕快儘速就醫 那麼他也提醒喔 其實我們這段時間盡量避免外出 到多人的地方群聚 而且正確配合口罩 也可以降低自己染上新冠肺炎的機率 並且要勤洗手 建議每次洗手要超過20秒 而且如果搭公車或是安電梯 都要把手給洗乾淨 而且要摳食物或是多運動 來增加自己的免疫力 好 那邊再上這支支資訊 如果你有興趣 拿出手機來掃瞎旁邊的QR Code 到TVBS希望啊 TVBS國際Plus 還有更多內容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relativ 측邊坐贈 情結圈